最大的原因就有可能是煤气管道,哪就是被block了 甚至煤气管道如果在哪个地方停了 然后这个时候里边的这种小的银火就已经灭了 所以灭了以后呢,那么他们在用的时候就不会热,不会烧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这个step,pilot,然后pilot,一开始先tain off tain off以后等十分钟左右,make sure这里边没有gas了 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银子拧到pilot这个地方 pilot拧到以后,然后你就通过这个去打火 一按一下,一按一下,它就打火 那么这时候打火了以后呢,里边就会,然后里边一个小窗口 这打开这个以后,你那个小窗口,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蓝火苗 如果那个蓝火苗在里边,那就是一般的这样的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这一次呢,它引火灭了,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气不够stop了,然后它没有气了,所以说它就引火灭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这些都是开着的 所以气的这种可能性就很少 那么为了燃烧呢,它还要需要一个氧气 那就是说氧气有可能被block不够 然后呢,主要是进行清理 就是把底下的那些filter,那些东西全都清理一遍 包括它们之间的这种氧化层全都摩擦掉 这样的话,我们让它清理干净了以后 这样的话,它就希望它应该就能hold住了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氧气 所以说这样就work了 来诊断,来work这个要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气一定要关好 这里有一个开关,要把这个gass pipe gass pipe gass pipe 要shun off 要把它关好了 它这样的话就没有气了 哪样是关上了呢? 就是这样的树子 树子就是关上了 就是关好了 关好了 好了 这里是总的那个和外边的煤气接管 对对 和外边的煤气管道相接的地方 好 把气一定要关好 那么关到哪里呢? 就关到这个off的状态 然后一定要这样拧到off 这样就让这个气要关掉了 关掉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旋钮在底下有一个 这个是管气的 对 那这是管什么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管你进气有多大 多少 比如说我们要 这多 烧的多 那么烧的热呢 就是气多 那么我们把气管的 这是量 嗯 这个地方是管那个开 有没有气 有气没气 然后这里是气量的大小 不是 气的这个进来量的大小 所以我们要把它关到最小的状态 所以我们要把它关到最小的状态 你是想很热还是什么? 对 它就跟你烧的不一样的程度 对 这个地方是开始点火 然后最小最多 最热最热 就一直到very hot 就是非常热 那么非常热 那么非常热就是气最多的时候 对 那么这是这个控制器 这是控制空气 那个盖子进去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 有锅炉呢 一般的锅炉 其实可能就像你用家里用电一样 那是电 把电闸 电插头它 对对 这里是说多少 发门 对 那么一般的锅炉呢 它都有一个 底下有一个 就是通过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操作 就是火的燃烧的情况 所以说这是个门 那么一捏以后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 这儿有个小窗户 看到了吗 这个小窗户 就可以看到里边燃烧的情况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 应该是里边 一用热水里边的火就轰 就起来很多 就燃烧 现在没有火 现在没有火 那么这通过这个窗户 我们可以看 就说明是什么火 已经关了 火灭了 对 那么它的燃烧原理呢 就是它燃烧的时候呢 它需要有氧气进去 那么氧气从哪里进去呢 它是通过下边的这个地方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小的filter 看到了吗 这是filter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说氧气是通过这儿进去 然后进行燃烧 然后烧里边 所以是呢 你首先要做的这个 routing service 就是说最基本的 service 就是最基本的你要做的事情 每次应该是 就是先去clean这些filter 不要让这个filter 你看这很脏 很脏的话 它就block了 block在里边就氧气 就净的少了 它就不会让这个燃烧好 不充分 那么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里边 我用这样一个刷子 这样进去 里边的那个圆的filter 我就这样 从里边clean一下 让它 让这个filter 更容易就是说 不要脏 把这些渣东西都clean掉 clean掉 不要压根 让更多的氧气可以进去 好了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个管子 这三个连接的线 我们要拆掉它 拆掉它以后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 来clean一下它那个sensor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 它有一个燃烧的一个sensor 也就是说 那么在这个燃烧的当中呢 那个sensor 来控制这个燃烧的这个大小 它来控制的 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 它燒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它的sensor 我们要进行clean 要make sure它的那个sensor 就是它那个传感器 非常的还保持原来的灵敏度 因为烧了时间长了以后 它就会脏了 脏了以后 就把灵敏度给降低 会不会这个sensor坏了 需要重新坏的sensor 它的这个 你要打开以后看一看 所以这个需要 需要看一看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目的就是说 这两个落实把它卸下来 然后这三个也把它卸下来 这样卸下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拉出来 然后check一下它的sensor 怎么样 好 下一步我们就是 打开这个 那么我现在就把 打开它 把这一部分 打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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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颗再把这三个 落实卸下来 包排煮 我有 一半 这样的方法我们就把它拿出来了 拿出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里边的情况 看到吗 那就很脏了 这很脏 全是dust 所以说都被堵死了 然后这个地方需要clean 你看到吗 这需要clean 因为说是没有活 然后打上活以后 一会儿它又灭了 对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里边太脏了 太脏了 需要clean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需要clean 对 所以说这些都需要clean 那么clean的状态呢 我们需要clean的是这一部分 还有这一部分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用纱布clean ok 我去拿纱布 1-120号的这个纱布 稍微就这样clean一下 这样的话可以让它这个氧化层去掉 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它会比较容易产生火花 产生火花 这样的话就大火 进去解决了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 所以三个需要clean的 这个地方都需要clean一下 就是把锈 它这个那个烧过的那个痕迹 叫它变得少一点 你一直收吧 你一直收 你一直弄它 这么多水片在 HQ就是让它 不要太多的被烧过的东西 氧化层去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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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 那个怎么弄它 那个 我安排而已呀 嗯 它这个llen 它要保持一点角度 然后能辡成火花 这个可以了 劲点和氧化的东西都 好 一般的服务需要经常做 过一段时间都要做 用这个地方 可能更糊糊 好了 现在里边基本上clean了 clean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现在再把它装回去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进去 再误归远走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再装回去 那么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要放回 支架有点 原来的支架有点 再放回去 再放回 再放回原来的角度 这里边还有一个锁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再装回去 装回去呢 make sure 都是在原来的位置上 那么这根主要的管道 是煤气管道 所以把它引回原处 对 我们现在把它上紧的 这几个落实 上紧 就可以了 好像不能overtight overtight 就把它弄断 我们这都是同样的 ok 现在我们已经安装完毕 安装完毕以后 下部份 我们就开始就是点火 那么在点火过程当中 首先你要把这个煤气管道开开 开开以后呢 这个时候把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 这个煤气量的控制 能控制到pilot pilot就是点火的那个地方 然后现在这个地方是off 现在这里是off 然后我们把它这样 按一下以后 把它弄成pilot 我们首先用bubble test 证明没有任何漏气现象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个时候这个旁边 有一个开关 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小窗户 看这里边 看里边有 看见了 有一个 对 有一个蓝色的小光 嗯 在这里边有吗 嗯 对 有了是不是 嗯 有了就说明这个地方已经点好了 嗯 点好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就轻轻的 把这个 松开以后 把它放到 放到 on的position 就ok了 放到on的position 这时候你在看里边 看那个小蓝活还在 是不是 嗯 嗯 那个小蓝活 哦 对 那个小蓝活 这就是这个火苗已经ok了 对 现在就是这个火苗也ok了 然后 我以为这很大的火了 没有没有 现在这个火苗就ok了 这个时候呢 然后呢 你再 就是说 把这个 把这个拧到你所需要的 但是hot 那种 那种 多hot的那种position 比如说 我们现在 第一步 我们先放到 哦 听见了吗 对 这个火 一弄那个 这个时候火就大了 火就大了 对 因为它就是 刚才一开始点火的时候 就一点点的 那些烂火 那现在它就是说 一个大火就出来了 因为它的水分 这个 这个火里边的水是凉的 所以说它 它认为你的水 就trigger它 一定要去烧 这个时候 这个就已经烧好了 就set好了 那么 这个度数够了吗 那么 你可以 那么现在来说呢 这是low 这是ABC 那么越来越高 那么你最好 你给它set 成A 比较保险 B呢 也行 不是set 成very hot 不能是very hot very hot 有的时候会烫伤小孩 知道吧 所以说要注意 我弄到A就可以了 弄到A就可以了 弄到A就可以了 慢慢的调到 调到这个A B 现在这个火 是不是里边火就很大 火就很大了 对 嗯 是这样的 嗯 这样火很大了以后 那时候我们 就可以把这个盖 关上 关上它 扣好了 就OK了 这个还没有 不是 底下还有一个 你底下的盖也盖好了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一个filter 盖好了 我们再用Bubble Test 证明没有任何漏气的现象 才能结束 好 好 希望 如果你们也有类似的这样的问题 那么就是第一 银火 看有没有银火 通过小窗户 看有没有银火 有可能是净净氧气被Block了 所以需要清理 所以需要清理 就是按照刚才我们上面的process 对 这就是一般的我们对这个烧水器进行service 也是每过一年两年就要进行service 银火 红火的 银火的哨 很好 谢谢 OK OK